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作为漫威超级英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大胆启动新人 拥有拉丁与飞翼血统的小黑猪迈尔斯·莫拉莱斯 讲述一段青涩少年逐渐学习成长寻求人生存在意义 挑起拯救世界职责的故事 剧情中既有青春期的懵懂和叛逆 也有面对新环境时的挣扎和为难 更有突然肩负重则时的茫然无措 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有所共鸣 感同身受 影片别出心裁 大胆引入漫画中常见的漫画格 网点等元素 与一届最顶尖的CG动画技术融为一体 最终呈现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觉风格 影片编美口碑目前已经正式解禁 影片目前烂番其新鲜度100% 在综合影评网上的评分高达81分 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影像 彻底征服了外媒影评人 围绕成长与家庭 展开的感人剧情更是获得一致好评 将影片比作知名波普艺术家 罗伊丽希腾斯坦的街头涂鸦作片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day 赞叹影片在市校上的创新大胆道 令人难以置信 Insidewire则认为这部影片的出现 让蜘蛛侠这一经典IP 灌发了全新活力 The Weekend Oreo称这是至今为止 最出色的蜘蛛侠电影 Business Theater则更加干脆 直接冠上了年度最佳动画的头衔 在很多影评人眼里 蜘蛛侠这一顶尖IP 已经翻开了一页全新片长 去年的蜘蛛侠 英雄归来叫好又叫做 与漫威电影宇宙联动 更是开启了无限可能性 本月初开化的毒液 致命守护者以下简称毒液 上映三周热路丝毫不减 内地票房已经直奔18亿而去 即将成为内地影视 最卖座超级英雄电影 蜘蛛侠 平行宇宙下月正式接力毒液 有望在中国再掀起一波观影狂潮 净爆市校家六大蜘蛛侠狂 这样一部有生之年 必看的家座 相信影迷一定不会错过 漫威超音动画电影蜘蛛侠 平行宇宙讲述了普通高中生 迈尔斯·莫拉莱斯 如何师从蜘蛛侠彼得帕克 成长为新一代超级英雄的故事 蜘蛛侠不止一个 影片中迈尔斯和从其他平行宇宙 中穿越而来的彼得 女蜘蛛侠德温 暗影蜘蛛侠 潘尼帕克和蜘蛛侠机械成反 六位蜘蛛侠首次同框大荧幕 共同对抗蜘蛛侠宇宙最强反派 三片蜘蛛侠 平行宇宙将于年底12月21日 在中国内地上映 敬请期待 感谢观看